您覺得自己是大嫂姐嗎 我沒有聽過郭董這樣說過 在我跟他共同努力的那段時間 我們確實也一起希望達成全民對我們的期待 也就是能夠順利取得 BNT 的疫苗 那段時間當然有起起伏伏 還有碰到一些困難跟障礙 但是我們也都一起去把它克服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記憶 能夠留在大家共同努力的那段時間 那大家一起努力的那段時間 是一個美好的記憶 總統您剛剛有提到 現在剩下最後一年 您會做好規劃 那這種中間是也包括 媒體各界都非常關心的社員議題 謝謝 我還沒開始想 我沒有想過這個關係 台灣已經是當前世界的關鍵字 台海的疫情 早已從兩岸區域的層次 成為攸關全球安全及國際繁榮的焦點 全世界都是利害關係者 因此 除了既有的基礎之外 我們也必須以全球的視野 來處理兩岸關係 現在 全球的共識很清楚 就是台海議題必須和平解決 戰爭不是選項 任何一方都不能以非和平的方式片面改變現狀 從我執政以來 政府的立場很堅定 我們信守承諾 維持現狀 致力台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也堅守四個堅持 保障2300萬台灣人民共同的利益和福祉 我們不挑釁 不冒進 也絕不會在壓力底下屈服 維持現狀 避免衝突發生 以對人的對話化解兩岸分歧 促進健康有序的交流 這既是台灣部分黨派的共同責任 也是兩岸的共同責任 更是區域各國以及全球民主國家的共同期待 和平是兩岸間的唯一選項 以維持現狀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術 就是確保和平的關鍵之勢 現在 是國際社會對台灣最重視 最友好的歷史時刻 所以 朝野政黨必須團結合作 我們對內可以因民主選舉而競爭 但對外一定要共同守護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的民主不是從天而降 和平也不是靠卑躬屈膝得來 我要維護和平 必須強擋自己 我們越團結 就越安全 台灣越安全 世界就越安全 中央 設計 澳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